第三个问题 请问师尊 这个世界存在平行的宜宙吗 就是说同一个时间里 这个宜宙有多重同时进行的剧本 在其他的宜宙中 同一个人也许正在睡觉 也许正感到快乐或者悲伤 同一个人可能是个富翁 也可能是一个穷鬼 甚至可能已经弃势了 他在问的这个问题比较深一点 他讲问师尊 这个世界存在平行宜宙吗 也就是说同一个时间里 这个宜宙有多种的同时进行的剧本 在其他的宜宙中 同一个人也许正在睡觉 也许正感到快乐或悲伤 同一个人可能是富翁 也可能是个穷鬼 甚至可能已经弃势了 他这个问题 我问的比较深一点 我跟大家讲 释迫釜迫仁jemof in the world 在1200多 있는데 二千六百多人前 他就提出三千大千世界 他已经知道了 有多重的宇宙 三千大千世界 不只是只有一个太阳系 很多很多的太阳系 现在科学证明 宇宙根本没有边际的 无有边 到底哪里是边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本身的佛跟凡夫真的是不同 凡夫的眼光短见 只看到眼前 佛的眼光已经看到三千大千世界 后来事实上 有了天文的仪器 测出宇宙 真的广大无边 甚至有一百个太阳系 知道有很多的太阳系 太阳不是一个 有一百多个太阳系 释迦牟尼佛也很厉害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什么叫做戏净 但是他能够这样子讲 一口清净水 八万四千丛 如果不持宗 如同杀众生 他早就知道水里面有细菌 那古代哪里有什么自来水 两千六百年前哪里有什么自来水 哪有什么水场 他们喝的就是河里面的水 那时候释迦牟尼佛所喝的 就是恒河的水 所以佛陀在涅槃之前 叫阿难说 他已经吸脱了 这个肠胃 已经水都排光了 叫阿难到恒河去洗水 阿难到了恒河边 刚好五百商人过河 河水非常的混浊 结果阿难回来 没有拿恒河的水回来 这佛陀就涅槃 因为河水不能喝 混浊嘛 很肮脏 混浊 你看他们那时候喝的水 就是恒河里面的水 河流里面的水 那时候哪有自来水 哪有什么刷牙 还有牙膏 还有牙尖刷 还有牙刷 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他教人家刷牙是 用哪一种 那个好像树的树枝 哪来这样子 刷刷刷刷 这样子勾一勾 把里面的东西勾掉 这个就是刷牙 佛陀时代 释迦牟尼佛不简单 他早就知道 有多重的宇宙 让我告诉你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对的 不一定是平行宇宙 宇宙有多重 一重一重的宇宙 非常多非常多的宇宙 可以讲说 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时间之下 就已经有很多的 多重的宇宙了 有你的自己的过去时 有你的现在时 有你的未来时 所以我今天讲 我们修 马哈双年词 莲花童子本尊 现在的马哈双年词 也有莲花童子 也有莲花童子 不是没有 所以我们修行 在密教的修行 就是你这个在 沙婆世界的莲花童子 跟马哈双年词的 莲花童子 两个合一 就是相应 所以他的这个想法 应该我们可以这样子跟他讲 这个想法是 比较 超现代人的想法 因为一般世俗人 只看目前 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释迦摩尼佛早就知道 有多重宇宙 早就知道 很维系的续俊 他也能够看得到 好 那谢谢马来西亚 莲花一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